再来关系的是膝关节功能退化 更换人工关节是解决的方法之一 而目前除了全膝人工关节手术之外 还有半膝人工关节手术 由于半膝人工关节手术具有术后恢复块 保留十字韧带等优点 高雄一家外科医院在引进这项技术之后 一年来累积50多位成功案例 其中有一位照顾流浪动物的阿嬷 动刀之前走路痛到不行 现在已经可以自由走动了 71岁的向女士在镜头前又是深蹲 又是屈膝抬腿 很难相信不久前 她才因退化性关节炎造成的膝盖疼痛所苦 还好动了牛筋半膝人工关节致患手术 现在已经康复 行走自如 不然做这个的时候 做不然三个人是你自射不行 你走也会走 还会痛 之所以接着开刀背后还有原因 原来她收养了数十只老残猫狗 因为膝盖受伤光蹲下就痛到不行 更别说要好好照顾毛小孩 我那些狗狗包都是那个残障的啦 就是人家不要的啦 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去照顾她 现在他打休息后是在照顾的时候是够处理 因为有时候你刷得不住他疼 现在不是没有了 跟像女士一样 藉由半膝人工关节致患手术 恢复正常行走的还有这些长辈 随着人工关节致患手术日新月异 动到后很快就能行动自如 不过医师也提醒年纪增长 膝盖关节也会跟着退化 必要运动及训练绝不能选 如此才能好好保护膝盖 越不动他关节就越容易僵硬 越僵硬这个关节就会容易退化 所以还是会建议病人 还是如果要保养 第一个还是要做运动 你可以做低强度的运动 例如说走路骑脚车游泳 那另外还是会比较建议病人 可能去做一些重训 就去健身房做一些重训 其实他会有帮助 跟全膝人工关节手术不同的是 半膝人工关节致患手术 不会破坏十次韧带 术后能快速恢复正常作息及工作 唯独严重免疫关节炎患者不适合 成为目前人工膝盖关节手术的主流之一 港独新闻王思武罗绍军 采访报道